正在消息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丹文彬 在萬聖節前也打扮作這個漫畫 角色和六港町長官議員一家人 來到市場裡面掃揚粉湯 要跟民眾伴感情 爭取到選民的人黨 萬聖節來到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丹文彬也來搞怪 特別正在是動漫 晉級的巨人當中的角色人物 拿到巨刀向盡對抗巨人的功縛 臨文彬在官議員六港町長的培董哈 跟合理團統市場掃揚看湯仔拜票 萬聖節 我們現在扮演的是晉級的巨人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晉級的巨人對抗的就是一個 沒有腦袋的一個巨人 我所扮演的是調查團的角色 當然來暗示這個沒有腦袋的巨人 就是憲主席這政黨這樣 那我們就是用調查團 用裡面的這個角色來 跟這個晉級的巨人 互相對抗 就算在六港町長不正硬 也好有支持者 全立小庭 第三個 合照民眾做回來參加 禮拜 蔡英文和担文彬的六港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總統蔡英文 立委担文彬 我們在選區 總部要成立 蔡英文主席 特別過來我們六港 有最大的志祺立領 大中華新聞 臣門新鶴美 蔡英文不得 萬聖節快樂